云林虎尾一间饲料厂 四号发生重大公安意外 四名工人搭乘县 两人吊篮 吊车吊臂断裂 从六米高空中摔 造成三死一伤 其中一名五十岁 郭信男子为低收入户 他的妻子一戏之间顿时依靠 郭信死者太太怀孕四个多月 但是宝宝的爸爸已经离开人世 顿时失去家中支柱 家庭巨变 家属不满 老板竟没出面出力 因为老板 做老板人比较厉害的风格 对 人比较厉害 真的很贵婚 另一名呈信资深铁工工 倒置两个多月就发生汗事 从事看护的妻子怀疑 可能是老板便宜心事 才酿成公安意外 他们做事太过草率 他不是我嫂子回去 他是天去梯 抓那一梯 只能承载两人的吊篮 为何几近四个人搭乘 多了一倍的重量 四人也都没戴安全帽 酿成悲剧 只剩一人躺 家户病房观察 为何违反作业规定 业者还有无其他违规事项 都还要再追查 记者梁文斌 敬伟中 彭于飞 云令采访不到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